下劳汇集 这样的真诚 我们今天受持 也用下劳这种真诚心来受持 才得理由 如果没有这样的真诚心 金本摆在你面前 天天读诵 不得理由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幸福其造 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 这个五毒 学佛这么多年 有没有减轻几分呢 没有 跟没学佛一样 算不错了 最怕的是什么 跟着自己年龄的时候 年年在成长 那可麻烦就大了 你的烦恼吸气越来越重 如果是这种状况 那自己就要清楚 不免轮回 轮回往哪里去呢 我来生还能不能到人生呢 那就他问你 你十善业修得怎么样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中凭十善 的人生 来生还的人生 你自己想想 你的十善业道 凭你的良心 跟自己打分数 能不能打个七八十分 能打七八十分 你来生不是人生 如果是我只有五十分 考不住 你堕落的这个机缘 非常多 你能够打个满分 欲见天 大多数人到哪去了 到逃离天去了 逃离天要满分 tr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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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